各位好 我要分享一个题目 两个车上的故事 一个下雨的夜晚 在小城里的巴士站 有一位年轻的女子 站在车旁哭泣 司机把她的箱子 从行李柜里取出来 放在她旁边 显然她弄丢了她的车票 又无钱补票 在转车的中途站 不知如何才好 她要求司机 不要把她移下来 但是司机表示 不可奈何 是公司的规定 没有票就不能乘车 正在那个尴尬的时刻 有一位老印第安人站起来 走到司机旁边 就阻止她开车 对她说 你怎么可以 留那个女子一个人在这里 她在这个镇上 又无亲无故的 你只管赶你的半次 但她可能会落在危险当中 司机还是不愿意 那女子上车 最后这老人说 要多少钱 我替她付了吧 等到那女子上车之后 车子就继续前行 那女子向这个老印第安人 致谢 她却回答说 不用谢 你如何对人 老天爷也如何对你 重的是什么 收的也是什么 另外 有一位富有的犹太人 在一次火车的旅行中 他因为看起来 一无是处的招老头子 同在一个房间里 他轻蔑地逼着那老人 不消与之交谈 而且显出一副 无奈的眼神 当火车到达了他们 共同要去的车站时 这一位富有的商人发现 在车站上挤满了欢迎的人群 甚至有人拿着鲜花 布条 在欢迎某一位重要到达的客人 似乎出于这位商人的意料之外 他们原来不是欢迎别人 正是欢迎那一位 和他同车厢的老人 原来这一位貌不惊人的老者 却是全欧洲最出名的犹太拉比 被尊为圣人一般 当众人都在那里热烈地欢迎 他们的英雄时 这位富有的商人 却觉得十分地恶恶 又羞愧 因为他失去了 和一位圣者私交的机会 又给对方留下了恶劣的印象 所以当他挤过人群 去向那位老者表示歉意的时候 他请求他原谅 那位智者笑笑地回答他说 我不会在意你的态度 只要你以后能够得到每一位穷困老人的原谅 那你就能够得到我的原谅 我们是否也曾经用不好的态度 对待比我们看起来差许多的人呢 我们是否错过了一些 神给我们行善的机会呢 不要将来有一天我们懊悔 当初没有把握机会 行神所喜悦的事 其实帮助人 最后还是自己得到最大的好处 愿神帮助人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